大家好,我是愛玉言神 我今天繼續給大家帶來爆料 玉言神4.7-4.8卡池爆料 水神復刻 4.7全於五星 第二期混池角色曝光 玉言神4.7測試服希格文 克洛林德技能情報來了 玉言神4.7爆料 新生冤絕購敘事 600元時 克洛林德力會建模三型態武器 希格文 克洛林德技能情報來了 首先說說希格文 一技能未吹泡泡 泡泡會在敵人之間來回彈 越彈越小 易命使大小不變 含泡泡後會掉落水珠 水珠會給希格文提供鮮血之氣 鮮血之氣會影響治療量 專武弓箭副磁條為66%的大生命值 大招為噴水等等 以及克洛林德 開一磁槍進行戳刺 持續時間內 閃避合一技能都會變為戳刺 且具有無敵和高傷害等 不所元素反應 且天賦有類似龍王天賦的 不同元素要求 一命新增追加攻擊 普攻100%觸發追加攻擊 二命可獲得霸體等 以上就是希格文和克洛林德的技能情報 當然只是看個技能模組而已 完整的技能情報 還是等測試服更新吧 到時候我們再細聊 以及之前提到的新生淵 目前已知新生淵共8成 共可得元1600等 以及許久未露面的小袋 也會在4.7的尖章任務中出現等等 你有屁 據悉內鬼情報 4.7版本的確如此 前期爆料的一樣 新增13層深淵 而這10深淵 分多個層數 每層可以出4乘2 等於8個角色進行挑戰 新的虛構敘事 其實這個深淵的形式 是模仿隔壁遊戲來設計的 這個深淵的獎勵 也是很豐富的 足足有600元10 不過從已知的情況來看 這個虛構敘事形式的深淵的難度比較高 不是怪物的強度高 而是要求玩家的角色 BOX有很多的角色 而且需要練度 才能夠好通關 這個挑戰模式機制 比較特別 例如首層需要玩家固定4加4的組合來挑戰 而第二層 可以選擇其他角色 每個角色 只能夠使用兩次 所以在第三層挑戰中 已經使用兩次的角色 是不能夠使用 正因為這樣的限制出場的次數 所以並非所有新手玩家都能夠通關 那麼新手玩家如果角色BOX不夠多怎麼辦 選擇角色界面中 可以隨機一個其他角色 這樣不確定性就是一個門檻 如果剛好剩下4個攻守 怎麼打 克洛琳德的武器三型態 在封單角色手持武器中 你會看到納維亞可以變化兩種手持武器 而克洛琳德同樣是採用這種CG模式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 克洛琳德的設計是武器三型態設計 從曝光出來的設計稿中 克洛琳德使用的武器包括長槍 刺刀 還有雙刃刀 對於原神的角色建模來說 這個是亮點 從仆仁的設計來看 現在的角色已經不看強度 直接看特效 特效滿滿的 根本就不會有人注意角色的強度等於0 吉隆 反正這樣會有更多的人去抽 不過對克洛琳德曝光出來的技能來看 他似乎綁死了兩個以上的雷系角色 而且高命才會解鎖 減少一個雷系角色 看來這個角色已經在下毒了 原神封單4.6卡池越來越近 新角色仆人也即將登場 除了淋漓、白竹、流浪者的復刻外 4.6卡池陪跑的四星角色 也是很多小夥伴們比較關心的事情 就後續卡池角色相關的安排 一起來看看吧 首先 就是4.6上半卡池四星陪跑的情況了 根據舅舅們爆料的最新消息來看 仆人卡池陪跑的四星角色有 夏沃磊、林妮特、菲米尼 好傢伙 要是不算上夏沃磊的話 4.6上半卡池是必如之家成員大團劇啊 夏沃磊陪跑仆人還是非常香的 畢竟誰能拒絕這麼一個六星神機輔助呢? 然後就是後續 4月7日卡池相關的消息了 按照現版本的爆料消息來看 之前提到的水神弗妮娜的傳說 目前大概率是無了 已知的是克洛琳德、希格文、戴因布雷斯 會有傳說任務和旅人章 感興趣的小夥伴們倒是可以期待一波 而說起4.7卡池角色登場的安排 就舅舅們爆料最多的版本來看的話 4.7的上半卡池是希格文加水神弗妮娜 下半卡池是克洛琳德加復刻角色 第四位復刻角色也一直在改動 不過大概率是尼路會復刻 除此之外 新世新角色塞托斯據說也會空降 所以說大家是不是也非常的期待呢 以上就是本期爆料的全部內容了 我們下個視頻再見 4.7の時間